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天气 在本周中国北方向东北一带是雪花纷飞 而南方则是春雨绵绵 今天在内蒙古东部和吉林等地会有小到中雪出现 吉林东部还会有大雪 到明天的时候这个降雪会减弱停歇 但是后天又会再度的增多增强 包括像黑龙江 吉林不少地方会有大雪 甚至是暴雪出现 那频繁的降雪对于航空以及道路交通都会产生影响 而在南方本周的雨水是一场接一场 那今天开始这个降水会逐渐的铺展开来 到明天的时候包括像湖北湖南 还有江西安徽等地都会有中道大雨出现 后天降水又会逐渐的减弱停歇 但是之后可能还会有新一轮的降雨铺展开来 而在这个雨水的空歇期还会有大雾跑出来捣乱 包括像今天早晨在贵州到长江中下有一带 都是大雾弥漫 那后天早晨也要警惕这种情况的发生 气温方面除了东北是气温持续低迷之外 其他大部分的气温都是保持一个上升的趋势 只是在黄淮一带可能气温的波动会比较大 像郑州未来几天气温是极起挤落 而在江南华南却是暖得异乎寻常 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吧 北京晴转多云零下1到12摄氏度 加姆斯晴零下23到零下7度 白山中雪零下14度到1度 安康多云转阴6到16度 溜盘水阴转小雨7到13度 秦皇岛多云转晴零下4度到5度 日照多云3到11度 许昌晴转多云4到18度 宣城晴转多云4到17度 石叶小雨3到16度 南宁多云转阴15到20度 东京小雨转多云2到9度 新德里晴15到29度 迪拜小雨21到29度 河内多云转小雨16到25度 曼谷小雨26到35度 吉隆坡小雨24到30度 悉尼小雨19到21度 伦敦小雪零下3到零下1度 巴黎小雪零下6到零下2度 罗马中雨转晴1到5度 雅典中雨转晴11到15度 温哥华小雨2到4度 沃代华小雨转小雪零下4度到3度 洛杉矶晴7到15度 墨西哥城中雨转晴12到19度 座小雪零下6度